然后也一直在思考 BCE这三个字母吧 然后他很奇怪 BECDE他把B和D抽掉 然后他变成ACE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 都做得特别的完美 你也觉得你的观点有 CDE 我只选择可能是 最适合自己 最有能力做好 包括自己的天赋 存在的股子 然后去在这几条路上 专出上去 然后我去掉了 努力的地 就是去掉了不好的 一个我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就把它那个拿走 所以我觉得人是 心理是有限的 一生也是有限的 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 一个天赋的道路上 积极地去发挥 我觉得实诚是 最开心的 最耀眼的 可以让你自己 更远是最耀眼的 对对对 刚才其实陈老师 他也在说嘛 他觉得你的人生 就是开挂的人生 对 你有很多理由 去慢慢解锁 当然 别人觉得你是 一个好演员 你突然间 我喜欢去打高尔夫 然后篮球也打得好 现在也是解锁的气息 所以你也说 你有很多方面 你自己有多去做取舍 但我想 别人也会想 追求自己的那次人生 所以 如果 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艺人 你觉得你还有个位子 会做得比 在哪方面要去更加的精进一些 哪方面需要更精进一些 就是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 做好了 首先自己的本质工作 是这个事 让我们发光发热的一个 一个工作吧 也是可能我比较擅长的 而且也是坚持做了这么多年 所以 在这条路上 我一定会坚持 不泄的 还有就是其他事 我太好 比如我喜欢打高尔夫 我喜欢起行 喜欢唱歌 我觉得就是 有选择性的基础 去把它弄好 而不是 因为我觉得年轻 其实就是 如果在你很小的时候 你是去不断地去尝试 就是到底哪一条路的事 到底哪一个舞台 能够做得比较好 然后到了我这个阶段 我很多的是去使用 一些舞台擅长 或者是通过我的努力 我也没办法改变 我不擅长这个 本质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说 现在就是努力 把自己擅长的东西 经历做得很好 就是我现在 然后坚持啊 然后自己啊 然后就是 把它做好 August 1st 2022 the path on which I'm capable of doing things well and my talents can be unleashed then I stick to this path 如果我没关系 那么这个 我一定会有什么 对话 对话